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是需要怎么样 把...所以这个print 这几个 这个 Ctrl 加 1 这个就不用print,这个不用 反正我们主要是 把 1、2、3的资料 三个串列 然后最后把它串接之后 然后print 出来,就可以看到 还好范围都一样 而且 这一个网页 基本上 规则也不太复杂 其实我发现 目前在网...你一般的网页 好像也都差不了多少 其实说真的也不会 有太多的变化 那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个 存成 CSV 的话 那最后其实就是怎么样 第一步 就是把 Queen 的东西怎么样 先串在一起 但是呢,你要存成 CSV 之前 第一个啦,因为 上面我们没有标题 没有栏位名称 那因为将来如果你要存成 CSV 的话 上面需要有个栏位名称 所以一般我习惯会 在上面有三个栏位 三个栏位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把他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那我就先产生一个 S 的变数 那总共的话呢 有三个栏位名称 所以我在栏位上面 先产生一个 S 的变数 那因为我要放三个栏位名 栏位的栏名叫什么 类别名称 第一个,中间加度点 第二个是中国名称 度点,英国名称 那尾巴一定要记得 加一个泛航 泛航的话是反斜线 N OK 所以啊,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有一个 S 的变数 目前就有栏位名称 接下来的话我就把 这个写出来的东西 也把它串在一起 那怎么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前面有讲过了 S 这个变数等于自己本身 S 在串接什么 串接print出去的东西 所以是这些 把这些 print刮户里面的东西 把它放到 S 加的后面 那因为呢 print出去会有个换行 但是你串接没有 所以记得哦 尾巴是记得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换行 反斜线 N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那个 反斜线 N 的话 它将来会变成都是斗点 尾巴没有换行 OK 那我们就是再加一个 就是所以哦 它就先有一个栏位名称换行 然后先把 第一列资料 先把它串在这个 S 里面 然后再回去再换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第四个 全部串完之后的话 OK 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把它存档 所以其实呢 把它串完之后这个 S 那如果你怕有问题 其实可以这样的 你可以先把这个print先关掉 然后你可以先自己print一下 这个 S 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 我们要存档的内容 如果是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再来就是存档 所以哦 这个加一个 S 只要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要 因为这应该是宽度关系 OK 好 那这个 S 看起来应该就是我们 print S 看起来应该就是 上面有那个栏位名称 放行 然后第一个 第一笔记录 第二笔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那最后的话我们就存档 那存档的话其实在 Python 里面也非常简单 前面有跟各位讲过了 总共三行 F 等于什么? open open 的话就是 你要先开一个空的档 我们开一个空的档叫tqc 然后副档名叫.csv csv OK 然后呢 这个是他的档名 跟副档名 第二个的话你要做什么? 我要写档 所以打个 w 然后第三个其实是 encoding 不过因为我们是希望存存CP90 所以你预设的就是CP 你在 Windows 就是CP90 OK 那我们就不加 不然的话如果你加utf8的话 反而一次要打开是乱 所以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把它写 写到 上面的这个s 有没有? 把它写到这个档里面 因为目前这个档是空的 那写怎么写?还记得吧? f.right 有没有?这边有个right 那right里面的话就是把上面这个s 把它写到这个档案里面去 OK 那最后记得有open 的话呢 最后写完了嘛 那你记得什么?把它close 这样就OK了 那存档就是这三行 所以以后你要存档CSV 真的超简单 那Python里面 这个都固定的 而且程式不多 就把它存档 OK 那存档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没写错 执行一下 它如果没有错误讯息 你可以到 我这个档我看一下 我已经存档了 我到我的 这个Python的根屋底下 打开这个tqc.csv 打开之后的话 那看到是不是有三栏 没错 一二三 我把栏框拉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类别名称有了 OK 然后中文名称 也没问题 然后英文名称 看起来没问题 那目前看起来 有没有看到 目前的话 Python大概就有 几张证照 一二三四 四张证照 有没有 其中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现在上课的内容 就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OK 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期课学完之后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考这个证照 这个跟Python有关系的 Python的证照 OK 另外还有一张是 这个AI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甚至你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在哪里 这上面其实好像也有看到 在Python这里 这一张 资料 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那你们现在学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考试的话 它转过考试大类 上机考试 没有选择题 也就是你要写程式的 OK 然后总共90分钟 也就是一题大概顶多写20分钟 20来一分钟 OK 然后及格分数是70分 如果通过的话就给你一张证照 OK 其实这个也不算太难 如果各位有兴趣 后面我会介绍 而且题目都会提供给各位参考 如果有兴趣的话 当然你 我是觉得 因为我是有考过 我是觉得还蛮简单的 OK 总共会有四大类 四大类 题目在哪里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云端上面 找一个那个什么 这边有没有看到 Python 3 在哪里 就是在论坛上面这边 有没有 然后 截取与分析证照 打开之后的话 这边有 一二三四 四大类 有没有看到 其中的话 这就是四类 四类题目就在这里 OK 然后呢 答案其实这边也有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把它打开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刚刚的那个存档的程式码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板第八页 存成csv 那其实主要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存档之前 这三档你要先产生一个s 那这个s的话就是串接 就是把刚刚我们print出去的东西 串在一起 然后再写到档案去 就OK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把网页上的东西 下载存档 最简单就是这一招 这一招是完全不用再引用 外部的一些模组 那如果你要把它存成esale 是建议用pandas 前面有讲过 所以后面衍生的练习 那不妨请各位 自己再把它存esale 因为前面讲了很多个範例 所以试试看 假设我今天另外一个衍生练习 我希望我刚刚存的csv之外 因为老板要的是esale 那你要怎么做 其实有个方法 最简单完全不用 只要把csv 改成xsx 这样也可以 你说老师 可是他明明就是csv 他要开起来 可是他开起来还是用esale 所以应该是不会有影响 以前有做过这种字 但是这次不是那么OK 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就暂时了 OK 治标 但是如果你要彻底是练成esale的话 但还是要用pandas OK 所以 也许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复习一下 所以后面那个 如何存成esale的部分 请各位把前面练习过的拿来再复习 因为我们前面存了很多esale OK 试试看 那底下的话呢 当然还有个练习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 我们刚刚是抓什么 抓那个 就是这些 这些证照的这些内容 那如果我要换一下 我不要抓这个 我想要抓about里面的东西 抓到之后print的出来 那怎么做 有没有 底下不是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gas in touch 这些 假设我要抓的不是上面东西 我要抓下面这些东西 抓到之后可以print的出来 或者可以把它存档也OK 那该怎么做 或者存我不要存成seale 你不要存tft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其实 f 物件 一样可以存.tst 副档名改一下就好 比如说我希望把它 存成一个档名叫about.tst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 帮我抓about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帮我存成一个文字档 那该怎么做 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不会啦 如果你会刚刚那一招的话 按右键检查 然后找到它的标 他的tag名称 跟他的class名称 找到那些 然后用fine 应该只会有一个about 所以你用fine就可以了 试试看好了 我印象中这个我之前有做过了 这个 基本上在 云端上也有答案 你程式非常简单 其实重点就两行 有没有 诶 其实也是用fine or 就可以搞定 ok 所以 这个的话 当然最好先不要看答案 自己认为写得出来是最好 试试看